都会是浅不二滴 都还没小 瓦叠几就开葬了 非要让我来当这个什么棋手吗 哈哈 那必须的 谁让美娘你这么好看呢 还是王大神仙最甜 美娘 我也甜 滚蛋 曹贼 信不信我摘了你荔枝 好小子 胆子一天天肥了 要不是给你而免 我这会就嘎了你 曹老板 要不你就摘个荔枝给他看 反正也用不上 高总你闹着玩呢 其实我每天都愿 准备 时间没胜 开始 卧槽 卧槽 这磅磅你大扶了吧 你扯战神明不去穿啊 都瞧瞧 吴迪是多么的寂寞 好你个王猛 居然又骗我 什么蓝翔挖掘机 差点没把我震死 哈哈 谁叫你挖掘机驾到 没好就丧策 这踏马比骑马爽多了 前十我要有正玩意 绝对打穿 等个地球 我算是明白 当初为什么我大辽铁骑 追不上你了 还真怪不得他们 你以为呢 车神明后可不是瞎起的 但是我不服你 改日再加 没问题 随时恭候 你他妈 刚才那眼神是在嘲讽我吗 没有没有 哥 我只是礼貌性的问候 问候 我现在也礼貌性的问候一下你 别的不说 你清朝皇帝活得还挺长 哈哈 托我诸哥的福 拉倒吧 跟咱有今儿关系 有点小羡慕 你清朝丹这三个皇帝加起来 就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了 命长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当年底下的儿子们 都盼着我早死 阿玛 我没药 我希望您长命百岁啊 啊对对对 爱心觉罗红利 雍正的第四字 而雍正痴喜之时 早已把红利的名字 写在牌匾后的字条上 公元1735年 红利登基 改元乾隆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乾隆敌 乾隆出政 主要以儒家理念为指导 将老爹的严正放宽一些 让官员和百姓稍微松口气 乾隆有一点比雍正活得明白 就是不信长生 即位后 就把宫中的和尚 道士全都赶出了宫 正直上 在老爹一系列的新政基础上 加以完善与修改 康熙 雍正二人已经基本给乾隆铺好了路 只要他不作死 基本不会出问题 乾隆做到了 起码前中期都做到了 乾隆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继续鼓励砍荒 组织移民 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 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 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 另外扑面全国钱粮 各地区的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耕地面积扩大 人口激增 国库充实 乾隆立志于平定边疆叛乱 哪里叛乱 打哪里 该出手时就出手 苗江之乱 战队之意 大小金川之意 兴免战争 等等 这些战役 有好有坏 有不得不打地 也有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的 此间就不依稀说了 你小子竟然如此好战 倒是有血性 跟我有一笔 汉武大帝说笑了 后世期敢与您避之 对 不错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行了行了 你且接着说 乾隆三十一年 全国已开垦土地 达七亿八千万 乾隆初年的时候 全国人口 一四千多万 到乾隆六十年 全国人口已经三亿 国库存音则 长期保持在 六七千万两之间 几乎相当于 全国每年 赋税总收入的两倍 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 空前繁荣的新举例 康熙 雍正 乾隆 三代人的努力 在乾隆这个时期 达到了最为顶盛的时期 史称康乾盛世 好了 不愧是我的后世 我这百万帐行打得心情舒畅了 二是 待会接着打 记得要用力 还有这种要求啊 太宗先祖 你要不先收回刚才的话 你可别告诉我 你是乾明后婚 不至于 不至于 那就好 你且大胆说 然后 他就开始作了 乾隆生平有几大爱好 其中一个是理由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 他不是微服私房 而是大张旗鼓的六下江南 美其名曰 学习自家老爷子 体察民情 而实则玩乐之意 远远大于康熙的出访 公平妃子 文武百官相随 与触动就是上万人的队伍 暴自巨大 在其一就是爱搞文字域 乾隆一生 各类型的文字域案件 高达一百多起 依然占了整个清朝百分之七十 所千年 株连的人更是遍布全国 不明不白下语或处死的人 数不胜数 乾隆还是个维持满族语言 满族风俗的皇帝 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满族风俗的政策 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满族正在被汉族逐渐同化 彼时的满族不再是当初入主之前的满族 这一点扔乾隆如何挽回 也挽回不了 停停停 二世 我收回刚才的话 那个 你接着说